事实上,2018年对于055型导弹驱逐舰来说,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。 7、2、3、4号舰艇都相继下水,而且提手机也开始了首次舍航,事实上,从055大型导弹驱逐舰的首舰下水,到如今一年多的时间,055大型导弹驱逐舰的后续舰艇,就如雨后春笋搬长了出来,不难预见,而在未来两三年内将会以来一个服役高峰期,到时可以说将会盛况空前。 那么,现在大量建造052B我们当然可以理解,因为其成熟稳重,海军也紧缺,可是为什么我国要同时建造这么多艘055大型导弹驱逐舰呢? 要知道,055大型导弹驱逐舰,目前可是连手舰都没有服役,甚至手舰才刚刚开始进行首次海事,在这种的情况下大批量建造,是否会操制过极了呢? 再逼着看来,答案当然应该是否定的,因为055大型导弹驱逐舰的花速批量建造可不是大跃进,而是大需求,其这种建造计划是有道理的。 首先就是,尽管这些年来我们的造船厂在不断的下饺子,例如前段时间我们第七艘052B导弹驱逐舰,写号155,南京就已经入役于东海舰队,而已经下水的052B导弹驱逐舰还有6艘,在船部内建造,还没有下水的也还有数艘, 尽管这个数量看起来是比较可观的,但是就目前来说我们导弹驱逐舰的数量,还是有点逐渐渐肘,却从目前我们海舰仍然,保存了6艘051,旅大吉驱逐舰109开封,110岛连,164桂林,134尊一舰,包括持有五战江,166珠海就可以看出。 当然了,这6艘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了,接近于退役了,所以我们仍然是比较缺乏驱逐舰,特别是没有万吨级的这种大型导弹驱逐舰,为了尽快提高我们驱逐舰数量和性能水平,我们就只有快马加鞭,的建造055大型驱逐舰,加上055型大型导弹驱逐舰的舰炮,导弹垂直发射系统,向控制雷达, 电子设备等级是很多的脱胎运线有的成熟装备,所以其不仅性能有了跃升,而且可靠性也没有下降,而众所周知,我们这些年来大型舰艇的设计建造经验已经十足,所以应该不会出现舰体规划存在很大不合理的地方。 此外,055型大型导弹驱逐舰超过万吨的排水量,也可以为其以后出现问题改进是提供很大的空间,所以,综上所述,055型大型导弹驱逐舰的批量建造服役基本是不存在很大的问题的,所以其下饺子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 有点兼弹驱逐舰的批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áo并且转发电谨 请 наб访oru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